大家好,今集我一個人講講KPOP KPOP就不預計G隊友了 我剛剛打開香港01,我只是看香港01的新聞 如果大家想看其他的新聞,國際新聞,小道消息 我就可能報道得...不,報道,講解都比較少 我新聞娛樂串銷就講講這一單 如果大家不熟KPOP,應該都聽過TWICE這對話吧 出道了很多年了 那他一向在韓國算不算No.1?應該不算 2016年就已經有BLACKPINK了 BLACKPINK一定比TWICE更紅 但TWICE更紅過ITZY、ASPA、IVE、Let's love theme 一定是紅過這幾隊 那就好啦,大家喜歡哪個呢? 色情如我呢,我一定最喜歡Sana 然後美女冰山美人呢,就一定是Mina 如果再講美女目睹,我就不太喜歡目睹美女的 周子瑜呢,我就一般而已 但奈何她的樣子真是美,我也喜歡她 但如果說真的,身形和樣子當然是Sana 真的沒得頂 那就好啦,我最不喜歡就是這個肥妹 不要說肥妹也肥婆了,她都已經人腦色衰了 為什麼我說話那麼Mina? 大家看看她做過什麼 所謂的隊長,她好像training了10年 當時呢,大猩猩那個選秀節目呢 當時好像是選8個?是嗎? 因為Mina是...不是Mina 那個叫什麼? 糟了,因為跳舞入到那個呢 最後那個呢,第9個呢 最後那個日本成員 我之後再查一下 那最後那個呢,suppose她沒得進的 但最後她能進到 但是如果觀眾投票 哇,這個肥妹就算她training了10年 她的樣子和身形都不會是漂亮的那些 為什麼10年都沒機會出到? 因為你真的肥了 不要說我口賤 她的臉和她的樣子真的... 怎麼說呢?真的肥了,肥嘟嘟 她又不是Elise那個李元琦那些肥 人家那些叫做倉鼠系美女 我會上圖的,大家不要太過覺得 哇,你說的什麼?我完全聽不明白 那我就... 傳口到一點,我幫大家找一張照片出來 這個朴智孝呢 我記得N年前呢 她是出過兩單東西 我自己的記憶 第一單呢,就是她在一個簽唱會那裡 每個人都簽名啦 那她那條龍比較少人啦 因為她的樣子都一定不是最漂亮的那個了 那她們在互動的時候呢 就歌迷、粉絲在那裡問問題 可以搖其立喊 叫自己喜歡的隊員的名字 各樣啦 支持一下自己偶像啦 那有一個男粉絲呢 就喵喵,無緣無故 當時問什麼問題呢 我都不太記得了 就說,喜歡做什麼運動啊? 還是你喜歡做什麼人物角色? 類似是這樣的問題 問這個隊長 那有個男粉絲呢 就很大聲地叫她 雙坡手! 那很明顯大家都明白她說什麼啦 她的意思就是 這個隊長又肥又壯實 根本就... 都不同這個女團 不配做女團 那好吧 這個是第一單她比較不開心的新聞 第二單就是勝利門 BIG BANG的勝利門 那我之前都提過啦 就是因為她疑似下流出 她跟某個男團成員 有些性愛影片 就在別人那些小group那裡流傳 那當然最後沒有公開啦 沒有四散給所有人目 就是好像陳冠希那些片、相片 周圍散啦 那有一幕呢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她就在機場那裡 神癮了很久的 那當她出現在機場呢 Sanna和另外一個成員 我忘記了是誰了 是抱著她的肩膀 還有有少少護著她的 叫那些記者不要拍照 不要拍照 是護著她走的 那好啦 講一下今時今日她這單新聞 是什麼新聞 如果大家記得呢 中國大陸一向都要一些藝員表態的啦 是一個中國大陸的選秀女演員 都叫做唱得跳得的 那為什麼衰了呢 為什麼突然說這個呢 事出必有因啦 這個中國大陸的女歌手 叫歌手 都不是明星的 那麽微齒 那當日呢 她去韓國接受訪問的時候 人家在韓國問她 你是哪裡來的歌手啊 那她說 欸欸欸欸 她呢 一開始說韓國歌手 她說她自己是韓國歌手 後來才說是中國 她是中國籍的歌手 哇 你不死的 是吧 你說這些東西 你傳回中國網友的聲音 真的還不封殺你 再加上後來 知三當三 即是明知人家的男生有女朋友 硬要貼上去 那就死多兩千重啦 基本上她現在呢 在娛樂圈呢 都已經慘無恥人了 那就好了 當日呢 周子瑜呢 在2016年的時候呢 她就因為政治爭議呢 她就道歉 她好像是一個 又是啦 那些經理人公司 最喜歡叫那些藝人 喂 經營一下你們自己 那些個人的 社交媒體的帳戶啦 IG也好 Facebook TikTok什麼都好 那周子瑜呢 我好記得那段片呢 她在一個床上 還是一個假床 她就不知在那裡說些什麼 就說 我是台灣什麼什麼 台灣就是國家 講了一點點爭議性的問題 那呢 就要拍片了 那真的 喂 twice沒有理由放棄大中華市場 那麼大塊肥豬肉 你真是當大猩猩傻的嗎 是吧 那要周子瑜呢 摘起條邊 即是不思之粉 這樣 穿件黑色衣服 我還以為她 她不知家裡有人過身 又是我是壞了的人 他就走出來 要為她自己說過的 有政治爭議的東西 去道歉的 那就好了 這個肥智孝 雙撲手智孝 我真是不知她 她的口是太臭 還是她覺得她自己是隊長 還是她和這個體能之癲 第一屆 好像不是第一屆冠軍 這個速滑選手 拍拖 拍了年齡 還是她是戀愛佬 梳鬼了 還是公司是默許她這樣做 是吧 她是公然欺凌的周子瑜 她現在是說 為了一個綜藝節目 走來假裝 假裝當日 我就覺得她是假裝的 她這張照片 這個髮型 除了別人沒有化妝 她有化妝 化了妝都不漂亮 那一下就差點了 假裝周子瑜 道歉這段片 有很多國內的網友 台灣的網友都說 你什麼事啊 基本上韓國人都很少 是支持她這個行為 那就不知道 在公司的立場 怎樣看 我只知道 我讀書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懂不懂有一對 糟了 對了 我是Tiara 我終於不用Google 我終於想起這對 叫Tiara 當日我讀中學的時候 很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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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最喜歡一個是 恩靖 恩靖 短頭髮那個 然後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和棒球員結婚 最近那個都很漂亮 後來出了一首solo 好像有幾個都出了solo 反正最美女的 不需要多說 我一定是喜歡漂亮的 那為什麼這隊 在最紅的時候 然後呢 趙言穩諾 當然不是說錯話 是因為他有一個 新加入的成員 跌倒了腳 跌倒了腳 然後呢 他就在個台上 就叫做 整隊人去巡迴表演的時候 他就坐在那裡 他就坐在那張椅 找張椅坐在那裡 其他人都去唱歌跳舞 他就拿著咪咪 然後就坐在那裡 那就好了 有些團員呢 就出過那些 social media那裡 整個post 就說 有少少 少少的意思 就 喂 好心你努力一點 少少傷 類似這樣的言論 哎 那就糟了 然後呢 這個叫做 花英的女生 新成員 就說 跟他一個姐姐 和一個姐妹 就說 她受到Tiara 所有這些老餅成員的欺凌 說 取笑她 很多剪頭剪尾的 綜藝節目的片段 就去 摘她 例如摘她吃包 可能其他 前面 個個團員都摘了一個包 最後輪到她 就剪那兩秒出來 那就欺凌了 很簡單 想做一個人的 我剪頭剪尾 我剪你的片 最容易做故事的 現在抖音也是 有這麼多東西 真的 如實報道嗎 所有東西都是想你看到 你就看到 那就好 Tiara一隊組合都被找到 就是說什麼 說欺凌兩個字 你現在這個隊長 智孝 他是不是公然欺凌周子瑜呢 究竟你那個綜藝節目 是一些什麼的原因 你要這樣去扮呢 是嗎 我真的不明白 還是我個人那個 那個 那個 幽默感未到家 還是 夾不到 他有些什麼 的 搞笑位 就是希望 Dang Q 一個YouTuber Dang Q 快點說一下這件事 究竟韓國的人 怎麼去看的呢 很明顯是二次傷害 這件的新聞 當時2016年 周子瑜要出來鞠躬道歉 為了挽救中國的市場 你覺得對他自己的聲譽 沒有影響的嗎 當然有了 這些真的是揭人倉巴 正正就是我平時所說的 一些真的東西 是不可以拿來笑的 就是MIRROR 你當然可以笑 姜濤 嘩 紅到塞爆銅鑼灣 但你不可以笑 Frank Q 你沒有粉絲的 嘩 我覺得真東西拿來笑 就真的 很幸運 雙巴的灑鹽 也沒有理由 你隔了這麼多年 拿出來說 拿出來笑 那好吧 韓國的聲音 都應該有很大的回響 引起一千層浪 JYP在4月30日 一早就已經刪掉了個帖 節目官方已經把預告片 修改了片段 但雙方都沒有正面回應 不過這條肥婆 我一向都已經不喜歡 首先 我個人是比較明星偶像 大哥 我現在不是去攻擊 例如陳怡的樣子 又或者一些路人甲 又或者Ian的粉絲 局長的樣子 她的樣子是怎樣 她旁邊的那個 他不是做一個明星 做一個藝員 那就不論到我去做 我去留言 但這條肥妹 這條肥婆 她真的肥 當初你選幾個埋堆 組成TWICE的時候 就一定不是她首選 我不管她唱歌有多好 跳舞有多厲害 她真的醜樣 如非必要 如果是我 我不會選她 你轉了十年 大把 那些韓國的經理人公司 有多少個女生 是轉了五年六年八年九年 最後是出不到的 好多好多 那好吧 那講完這一單 就分享一下我自己 這一單的新聞 令我帶出了 同事的同事之間的關係 我一向有一個同事 有腎病的 那她那個人 你當八字不合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不喜歡她呢 首先 如果她先進這間公司 我都幾多 當我妹妹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問她 這個東西怎樣怎樣 其實如果其他朋友問我 其他同事問我 我都會說 那這樣就這樣 我便丟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記錄 或者那些記錄 丟給她 說完 你這樣做 這樣就這樣就行 但這女生從來 她就只會說 麻煩你去分享 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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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那裏 那裏有份記錄 你就跟著做就行 然後她有一次試過 那裡 那裏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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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即是她不需要告訴你 她只會告訴你 你應該要知道 你去那裏找 她還要說阿 那裏哪裏哪裏 那裏 我会确定有结果,是对加菜 我记得那天老板叫他帮我一起看究竟是什么问题 最后星期一的时候就知道是对加菜,我们没问题 我记得我和他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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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 他竟然跟我说什么 说你行的吗?我早餐都没吃完,究竟是行的 我心想我真的跟阿朱队友粗口说完 我说,你没吃,我也没吃 我说不好听,最后是我们的问题 当然不是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令我很不喜欢他 老屎乎 我记得他在冠军中,他进了ICU 因为他有洗肾,他的肾有事 我还记得我很黑心 我都承认我很不喜欢他 我说,这样也不死?怎么搞错? 我说过这句 今天我见到他 他叫我中午一起吃午餐 我当然不吃,傻的吗? 在我心目中,我和同事吃午餐是一个工作 我不应该承认你们 我最不喜欢同事会问你 你之前那份工作是怎么样 你工作上是怎么样 我要放松 我要吃饭 即是你跟我说八婆的东西 说自己的私人东西 是非东西 但我不想再谈工作 我就推了去不吃中午 下午我们要搬东西 因为我们公司在装修 要把所有东西搬到另一个位置 我一向都是一个实务派 我亦不怕骯髒 因为我有点不舒服 我带了个口罩 然后呢 我说HELLO CUT 因为有很多层 那个女孩在收拾东西 我已经搬完我自己的东西 要搬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帮她搬她的东西 她那一刻好像是很奇怪 她的意思是 为什么你会帮我呢 然后呢 后来我继续搬其他东西 她就不停说 哎呀,拜托呀 拜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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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发觉呢 当她要在新的那个 那个位置那里 就要插回所有的线 各样 接下来原本的setting 我发觉它是连里面的螢幕 都搬不起 其实你把HDMI线插进去的洞 当然是在底部插上去 那个位置有多难 但它是不可以把屏幕搬起插进去 那我就有点点觉得原来真的那么重病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点犯罪 虽然我也不喜欢它 但我又觉得今次 因为大家都是work from home 我就work from home比较短 因为他甚至有事 他一有公司就用work from home 所以我见过他前后 今次是第二次 那我就觉得 哎 见面三分情 其实我和他的牙齿印 都是很鸡毛蒜皮的 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有与非必要都尽少接触 都ok的了 那我就觉得 河水不犯井水 反正我跟你是 handled不同project 最多都是有些什么 大 maintenance 的事 有些什么project 有些什么HR的事 要沟通一下 尤非必要 尽量不要跟我说话 我都不想跟你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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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觉得 其实同事之间 是不是真的 那么敌对的关系 呢 讲开敌对的关系 我之前呢 前公司 都有一个女孩 都是很搞笑 我堪称为搞笑 不知道大家呢 不知道大家呢 做些工作呢 需要不需要欠上位 那我份工呢 其实就不是太需要 做业职啊 欠上位啊 看究竟是 你有多少的 的业务啊 成绩 就带了出来 至少不用跑数 对吧 那就好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呢 那个Manager呢 一开始 那个project 是我办理的 慢慢慢慢 对家的user 就很困 很坏 在骂我们 骂我们 骂我们整个团队 就说 哇 你们在狗屎 是吧 塞 我记得他是 是的 教育大学 教育大学的某位职员 就在那里 哇 他的英文真的很好 由头到尾 我看完呢 他是差不多 寫了多少字啊 五百字的英文 羊羊 骂骂我们的 那我的Manager呢 就觉得 哇 怎么搞错啊 是吧 阿朱司拉不行啊 臭不行的客人 那他呢 在开大会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以后呢 我打电话给那个客人 所有的 电话 来 的 怎么说 溝通 一定要 要是 就要 跟那个Manager一起谈 要是 就要跟另外 跟我同归的 那个女孩一起谈 哇 那那个女孩呢 可能一听到这一句呢 就觉得 嗯 行啊 是不是 那他呢 自此之后呢 在每天的Daily Meeting 那里呢 就很喜欢表现自己了 包括呢 就是 帮个Manager在那里 就是 就是 连一下 啊 整一下 啊 整一下 整一下 啊 然后又准备了些 文件啊 各样东西呢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出声 他都做好了 那我呢 就不是这些那么抢僵的 是吧 就是好说不好听 大家进来开会的 那当然阿Jer自己连个project 我不会做这些事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是ok 可能大家有些 觉得 哎呀不是呀 你小的就要帮我老板做的 那 就是我没有那么甜狗 小甜狗 反正我就觉得那条女孩 是非常小甜狗 那就好了 那 那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呢 我就觉得 Manager就 不是很咬嚴 那我又做得不很开心 那就走 那 正正就是 因为他开大会 我会说多一句 我觉得他都 基本上都是大大围地 落我面的了 那我就 是的 投简历 Jobsdb见 是不是 就走 走得来现在的公司 那 哎呀真是 丑事就不出门 不是好事不出门 丑事传千里 那我记得 我那时候都还没开频道 但是我是很 懂得和那些男孩 去聊天啊 做朋友啊 那 就是这样的 那 出 强文 骂我们的那个呢 就是一个阿叔 那她的小孩呢 真的做事的一个呢 就是个小孩 那小孩 真的和我好朋友 那我走了之后 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我有一天 就想 就是得起头 心肝 那跟那个小孩 吹两嘴 我说 喂 现在那个 project 搞成什么呢 那她说 哈哈 你走了之后呢 另外那个女的呢 就天天被我们 阿Jer 骂咯 是吧 现在呢 那女的呢 还要整天躲起来啊 本来呢 天天都强出头 现在呢 就是天天都是骂你 那个 manager 那条女的 躲在 manager 后面 跪在一起 被人骂 那我就真的 哇 真是心凉凉 对我屁股 我就心想 啊 我很想问下 阿Manager 我想把咪过去 我问她 究竟现在是 是你觉得我臭不行啊 还是个黑铃铃呢 请发表你的 有什么感想啊 那我也很想问一下 那个女的 是啊 你抢了个 project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 舒不舒服 舒不 伤爽 我是伤爽 她就应该不多舒服了 哇 天天被人带着阿妈来问候啊 基本上是 就是 鸡蛋里面挑骨头 是吧 我记得呢 当初呢 为什么那条人那么紧张呢 好像是什么 八大 现在好像是加上那四间 野鸡大学 包括这个教育大学在内 几间东西呢 就一起上某样东西 那 不可以衰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是同归的 几个 几个机构 没有啦 不要说公司啦 我一起上一样东西 没理由其他人上到 我上不到 好样衰的 所以呢 可能大家压力都大啦 那就令到有些人就 怎么说呢 拿着鸡毛当令箭 给钱那个又不是你 真是说最大签名 那个又不是你 你弄这些负面的 就是态度出来 令整个project 这样去 去 去 那我就走了 我下面做事的人呢 我记得我那个project 都last了 我在那个project 做了大半年了 走了 六七个junior 真的好说不好听 做事的那些 就做了 然后呢 我当时在公司呢 就专请那些junior 刚刚flashgrad的那些 走来做 首先第一样 pick up不到 第二样 根本都 那些年轻最喜欢的了 喂六点钟 我不是还跟你留下吗 星期六 你不是找我吗 你不是expect 我会回你whatsapp吗 老板 你傻猪来的 年轻就是这样的心态 是吧 我是不会亏给你的嘛 那好吧 今天就说完一些 叫做 即场小小的趣事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工作上 遇到一些很西很西的同事 我最近呢 听诸队友分享 他说呢 去公司呢 有一个男子 就比较像我这样的性格 即是怎么形容呢 就是 私人生活 开玩笑 和工作呢 不是很分开 我记得呢 很久之前 我在另外一个project 我有三个男同事 我自己 就是一条小组 因为太友善了 我和另外那两个 因为太友善了 经常说些无聊东西 又说些八卦东西 我呢 share了那些福利图 大家明白的就明白 什么叫福利图 是吧 就在那个group那里 那个group呢 就不是工作的group 就是平时呢 说完无聊东西 说什么东西 吃不吃饭 老板怎么办 那些东西 然后呢 其中一个男子呢 就无端端就说 喂 不如你 delete一张照片 那样 哇 我心想 你性骚扰两次女同事 你都没有被公司踢走 你现在跟我说些什么 那为什么我无端端这样说呢 因为呢 其实我呢 这个人呢 包容度呢 很大 那当然啦 我明白啦 工作上呢 认识的是同事 不是朋友 那猪道友呢 那猪道友呢 就跟我回来 分享一件事 他就说呢 他们那里 那条队呢 有个男子呢 就差点被人叮走 那又说什么呢 他 整天呢 半夜三家呢 就在工作群组 那首先 我刚刚说的呢 我分享福利图的那个呢 就不是工作群组 是几个同事私底下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工作群组嘛 还有那些 再先有些 有些用户一起的群组嘛 那我们那个群组呢 就WhatsApp group 就一向都是风花雪的 那好吧 就是可能他觉得 性骚扰人的那个同事 C字头 C同事觉得 我这样分享福利呢 都是too much 那我不明白了 你摸其他类同事就行 是吧 我分享就不行的 那我ok了 那猪道友的同事呢 所以什么呢 他就在一个工作的群组那里呢 就整天在那里说 我要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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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女介绍啊 我没有女交啊 这期 那然后呢 就在夜晚呢 就在那里拍着个 露台 就说我想跳楼啊 那我不知道他是说笑 还是怎样 那然后呢 就有一次 就 就 即是怎么形容呢 有个女仔呢 有个女同事呢 就在那儿不知道 做些什么 抄写着些东西 那然后呢 他就把手指 就放在人家的面旁边 那他一叫那女同事的时候 那女同事一转过去呢 人家那面就会撞到你的手指 即不是加藤英那些 中间食指 这样指着他 那别人一转过来 他就 就捉到他的面 面珠灯那个位而已 那然后呢 那竟然有其他女同事 看不过眼 说他这个动作是姓蘇姨 哇 我就跟主导友说 too much了 就是 很明显 在我的角度 如果他这样跟我玩 又或者我见到 他跟其他女同事 做这个动作 我会觉得是开玩笑 喂 那别人 就是 刺一块面 那如果你说 喂 你不喜欢 不要搞 就是这样说 哎呀在做东西啊 正经点啊 那你就可以一句 就是我相信 如果你不玩得的话 对方会感觉到 那现在呢 就是另外一个女同事 见到他做这个动作 就是 那个男同事 性骚扰 不是 呃 现在是差点被人 就是要 FIRE的那个男同事 对另外一个女同事 做这个动作 那就是去 去投诉 喂 大哥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你投诉些什么呢 说性骚扰 是不是痴根的 那我就觉得 嗯 是不是too much呢 那如果大家觉得呢 有些什么 职场上的欺凌啊 奇怪东西啊 那不妨留言分享一下啦 拜拜